励志寻找最ㄎㄧㄤ的內容 用最ㄎㄧㄤ的話來告訴最ㄎㄧㄤ的你 姐妹 ㄎㄧㄤㄧㄤ 嗨 大家好 我是美根 我是 Amber Aloha 我剛剛講話很像機器人 我是 Amber Aloha 你好嗎 我今天很好 好 那我講一下我上個禮拜去做了一個醫美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非常喜歡做醫美的人 對 這個應該聽有一定知道吧 有一天我遇到美根的時候 也不是遇到美根啦 我就是來美根家錄音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是稀松平常的做一些錄音前會做的事的事 他就突然問我說 你都沒有發現我打醫美喔 我就說 有啊 怎麼了 他說 那我是平常都很醜是不是 這個人是什麼意思 因為他都沒有關心我啊 他都沒有說 蛤 你的臉怎麼了 你怎麼會這樣 他都沒有啊 他就仿佛就是我身來就長這樣 可是 因為我們就是已經知道了嘛 因為你就是 可能例行性的啊 過不久之後 就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進場為生 保養一下 對 那我就知道是為了什麼了 你說我還說 蛤 你的臉怎麼這樣子 不會覺得說 啊 我們是怎樣 我之前都沒好好的看過你的那些行程嗎 不是那你就要說 哦 你又去打醫美喔 這樣子啊 哦 你說我不能這樣心靈神會 我還是要跟你說 蛤 蛤 你要讓我感覺到你有在看我 OK OK 好了 反正我也不是去做什麼了不起的醫美 因為我個人也是蠻怕死的 我都是做一些就是 皮上的那些就是 什麼雷射啊 這種很粗 這種很幼幼般的醫美而已 嗯哼 就是上禮拜我做的這個醫美呢 他非常的痛 蛤 所以你嘗試一個新的 我嘗試一個新的 OK 然後他很痛很痛 而且他的束後非常的可怕 我跟大家形容一下 他是什麼樣的痛哦 他就是像 你們有在那個 柏油路跌倒過嗎 嗯 他就是整個臉都跌倒的感覺 Oh my god 就如果 Oh my god 喂 我現在臉好痛 如果 你們常常看電影 會看到有些人不小心 就被車子 就是拉在後面拖著走 Oh my god 然後你們不知道那什麼感覺的話 你去打這個醫美 基本上 就是這樣的感覺 他就用 某一種東西 把你的整個臉 都 溜一層皮下來 好恐怖哦 對 然後這是我覺得是 最外傷痛的醫美 然後就很多人就問我說 哎呦 我覺得當女生怎麼那麼辛苦啊 就是要做這些有的沒有的 怎麼那麼愛美啊 嗯 然後我就覺得說 男生根本就不懂 因為在男生的世界裡 他們就沒有這種什麼 容貌的枷鎖 嗯哼 但是 我今天看到一則新聞 我覺得他們的枷鎖 其實很重 Ok 我問你 你覺得如果今天有一個醫美 是否男性的 他要做什麼 嗯 肌肉吧 假六塊肌 假六塊肌這個已經有了 你覺得他們會覺得 自己看起來就是有六塊肌 或是就是很bucky 這個是很 對 棒的對不對 對 有比這個更吸引人 長高 你就對了 真的嗎 醫美可以抱你長高 我跟長 現在已經出現肢體延長術 好恐怖哦 把你打斷早骨嗎 沒有錯誤 蛤 沒有錯誤 真的 請問一下 我是不是 一界先驅 我跟你講 你就是21世紀的話圖 天啊 很恐怖耶 這個肢體延長術呢 在 有錢人的世界裡 非常的 流行 蛤 這已經是普及的一件事情了 是普及的 但其實這個延長術 並沒有你想像中的這麼貴 它大概就是七萬美元到十萬美元這樣子 它怎麼做呀 好 它怎麼做 它有兩種套餐哦 一種是只能長高七公分 一種是可以長高十五公分 都非常多耶 七公分很多 十五公分更多 很可怕吧 什麼意思 好 如果你只做大腿 你就是 大概就是只能長七公分 OK 那如果你連小腿一起做 就可以再長另外七公分 我剛本來想說 是不是只能長高最多兩公分那種 兩公分 你覺得會有人願意花 十萬美元去做 我覺得不會耶 譬如說168的人就想要170啊 我覺得168的人不會想170 你說168的人就想要200 280 很強耶 對 因為你一定要長個十幾 大概才有意義吧 我現在這樣子空想像 就是要怎麼一瞬之間長高 將近15公分 就是你的人體 就裡面裝了 譬如說我就裝了一些夾骨頭 這樣撐起來的話 那我的皮膚呢 我跟你講它不是這樣長高的 它的 它其實就是要花一年的時間 因為骨頭它有自我在生的能力 所以呢 其實它的肢體延長數是 慢慢將骨頭拉開 然後身體會長出新的骨頭 去補充這個空隙 OK 所以其實你在這一年當中 你每一週都要接受 5到6天的治療 可能去拉伸 跟你骨骼相連的所有組織 所以它並不是說 今天切斷 然後就放一個鋼骨進去 然後讓外面把它包住 不是 它是慢慢延伸 對 它有年齡限制嗎 年齡限制看起來目前是沒有 因為我如果超暴老的話 我這樣子去拉來拉去 還有機會再長嗎 我猜啦 當然是會跟你本身的那個 生長的速度會有關係嘛 那我應該可以去欸 因為大家還記得嗎 那個骨科醫生 他一直問我說 為什麼你生長板還在 他應該只要幫我這樣一敲開 對不對 但是你一年 一年當中52個禮拜的每天都要花5、6天在上面喔 一整年 然後在那邊拉伸你的骨頭 那要花多久時間 一年啊 喔你說要拉多久是不是 對啊 我不知道他沒講欸 但絕對不可能是兩分鐘 拉三個小時這樣子 很苦欸 都一直躺在床上 還是8小時他都不用上班 這就有點像那個啊 好像龍乳的人也是要回去 然後他就會一直按摩 用全身的力氣 對一直在推擠你的胸部 以前啦 現在應該不用了 喔是喔 對對對 喔 OK 然後呢最有趣的是 通常去做這個手術的人呢 都是非常高薪跟事業成功的人 才有時間去做復健 我覺得是也不是 因為這個被採訪的這個醫生他說 他覺得這些人呢 事業相當成功 唯一不滿的就是身高 但是對於 對於其他 生活各個方面 可能有其他不成功的人來講 身高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對 所以這些事業成功的男性 你們就受不了自己有任何的 一個污點在身上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想要當玩人吧 當玩人 就當完美的人啊 太癌而不完美是不是 以這一篇報導來看是 他們是不滿意沒錯 OK 然後呢他說最有趣的是 90%的患者 都沒有告訴別人 他是為了斷骨增高 他都會說 啊我滑雪跌倒啊 然後我怎麼樣車禍啊 就沒有人要承認自己 只是為了想要長高 然後每天要去做復健 喔 蠻合理的 你現在如果去做增高手術 你會跟別人說 欸欸欸 我不知道這樣講我對不對啊 但我覺得那就是 就是男生真的把這件事情看得非常重要 對 因為很多去聾辱的女生都會講啊 像我去做醫美我也講啊 我就沒有在怕的啊 抽職我也敢講啊 可能男生就覺得身高這件事情 很重要 對 一定要是天然的 好像是欸 就是有點像人家如果 欸 比較矮的人 然後穿鞋子 墊了很多鞋墊 你不能拆穿他 不能是不是 不能 那戴假髮可以嗎 戴假髮就是 看他有沒有戴好 如果在風吹掉的話 那就不是我們拆不拆穿的問題了 是風拆穿的 對啊 是男生的問題還是身高的問題 男生之餘身高 會是女生之餘什麼啊 沒有女生都敢說 我現在想看什麼不敢說 那個縮音道 縮音道很 縮音道我覺得好像也還好欸 縮音道的縮不是 不是不敢說吧 縮音道是說 你會隨處就跟你說 欸我縮音道喔 效果稍微要不要來看 但妹高興騷擾 那個 那個不是這樣子比 我想一下 看我硬道超緊 月薪都流不出來 超恐怖 但是被縫起來了吧 好恐怖喔 那倒壞掉 那倒壞掉 嗯 但我覺得就是胸部啊 對啊 那好像也可以想像 有些人可能也會覺得 欸 就是會在乎說 喔我胸部是真的 就是真的這麼大 這樣子 所以 男生如果去 增高的話 就是也會說 我就是真的這麼高 但是你上禮拜就沒那麼高 啊我 我滑雪摔斷腳就變這麼高了 OK 所以我滑雪跌倒 我胸部就腫起來了 腫起來 再也回不去了 好困難喔 Oh my God 突然變F罩杯 好但是你知道整形這件事情 其實古代就有了嗎 古代 古代 我想一下古代人要怎麼整形 好 好你講 裹小腳 對這是他們的整形方式 我跟你講裹小腳確實是 對不對 裹小腳確實是一種整形方式 太恐怖了 只是因為他現在不流行了 但是我想講的是一個 以前啊 很多的懲罰 不管是在西方或是東方 都是割鼻子 你有看過嗎 就把你割得像硬和田 弗地摩嗎 欸是否定魔藍和田啊 他們都是欸 他們都有鼻子對不對 這是什麼 這是懲罰吧 他們就是會 像比如說古埃及 為了要严惩 就是小偷 他就會直接把小偷的鼻子割掉 然後呢 或是說以前的戰爭 如果你會把 呃有戰俘 你也會為了要羞辱他 就把他的鼻子割掉 嗯 就是反正那時候就是 因為就是 要讓大家知道 你可能是一個罪犯 或你可能是 呃 次等人 他就會做這件事情 嗯 所以民間其實就有造鼻之術 哦真的哦 沒錯 但那個造鼻之術 我覺得聽起來相當的可怕 在大概到西元十六世紀左右啊 當時的理髮師 就是在幫他們做 上臂帶地皮半法的造鼻手術 講什麼 剛剛那些是中文字嗎 好好 我講 你不用看 你不用記那麼多文字要記 上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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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手臂 OK 上手臂的造鼻之術 那我講 Oh my god 你會不會在手臂上一仰鼻子吧 手臂上面 仰鼻子 因為現在不是會有那種 是什麼意思 就現在好像不是會有一些 例如說 反正我有印象中就是你可能身體 那個啊 雞雞啊 雞雞仰在手臂上啊 之前 對 什麼哪些部位 然後受了傷 但是 原本的部位已經受傷了沒養分 所以就會養在一些 大腿啊 對 手臂上 他鼻子 放在上臂上啊 不是 因為剛剛的狀態 並不是他鼻子掉下來 是他因為受懲罰 鼻子被割掉 就 差不多啊 就是鼻子受傷這樣子啊 可是你沒有那個三角形啊 那三角形被丟掉了 鼻子沒有保留 鼻子沒有保留 你沒有辦法把鼻子 仰在上手臂上 OK 那之前你看到那個是因為 他不知道發生什麼意外 然後他才可以把他的雞雞 仰在上手臂上 在旁邊 對 沒有剪回來 剪回來 但鼻子沒有剪回來 那你想一下 上手臂還可以怎樣 仰鼻子 就是割別人的鼻子 來放在我的手臂上 仰一下 把別人的鼻子 移植到自己的手臂上 那為什麼不直接 移植到自己的臉上 為什麼要透過手臂 你要先讓他 適應一下你的身體 OK OK 仰好了 OK OK 我們這樣適應過了 對 有交個朋友了 然後再把它 再把它弄回去 對 合理 不合理啊 幹嘛要二階段呢 再來 該不會是拿動物的鼻子吧 你說拿豬的鼻子 仰在上手臂上 上手臂 到底為什麼要二階段 他為什麼不直接 把豬的鼻子 偷到自己的鼻子上就好 就要先內化一下 懂嗎 內化的過程 上手臂很倒楣欸 很倒楣 什麼都要去上手臂 該不會是把上手臂的肉 這樣子切下來 讓哪一些出來 填在我的鼻子上 貼在鼻子上 對啊 接近囉 OMG 好 我講一下 他怎麼養呢 就像你剛剛講 他用上手臂去補你的鼻子 嗯 可是他就等於要把肉切下來 然後補回鼻子上對不對 對 那這樣 肉就是死掉的肉啦 沒錯 所以聽起來不太可能嘛 就是你跟死肉補死肉 不太可能 所以不是 他是把你上手臂 微微切開 鼻子也微微切開 然後你的手要一直抱頭 讓你的 什麼意思 讓你的上手臂 可以一直在你的鼻子正前方 呈現這樣的一個姿勢 啟夢的姿勢 沒錯 就是啟夢的姿勢 然後你 你手都不能連開 因為你要保持他血液暢通 你才不是死肉粘死肉啊 然後呢 他才會慢慢的上手臂愈合的時候 他就會把他的肉 長到鼻子上面去 什麼意思 至少要維持20天不動 當20天的啟夢 怎麼可能不動 他是一定要 他說的是生長欸 生長 你是一定要 一絲一毫都不動 都不動 才能安安靜靜的生長 那請問醫生有幫我縫起來嗎 沒有 醫生會縫啊 所以我跟你講 他會把你縫起來喔 所以你的手跟粘是 粘在一起的 手跟 手縫起來 他用繃帶固定啊 然後你還可以跟醫生講 我猜啦 例如說你想要變成成龍的鼻子 你手就可以拉遠一點點 那如果你手 你不想那麼大鼻子 你迪力熱巴 你就近一點點 你想要小鼻子近一點點 我看是沒有這個醫術欸 真的有 我是說他沒有辦法幫你變成龍 選成龍跟迪力熱巴 沒有錯 OKOKOK 欸 我覺得有這個 最近算蠻厲害的了 但你們剛有記得嗎 是理髮師來提供這個服務的喔 也是蠻危險 我不相信這個真的可以用好欸 16世紀嘛 你想要是理髮師好不好 我們中世紀的理髮師 他們可不只有上臂龍鼻法 他們平常做的事可多了 怎樣 上臂龍胸 不是 更貼近人民的 不是都 不是只有整形這個啦 就他們平常除了剪剪頭髮 剔剔鬍子 然後去幫人家龍鼻之外 他們平常還會幫大家放血 放血要幹嘛 就是呢 那個世紀 其實外科手術什麼的 就是不大普及 對 然後那個時候的醫療方式 也是非常奇妙 但原本做這些醫療行為 就是說放血這個行為呢 其實是神職人員在做的 可是怎麼樣的狀況要放血啊 就是他們就是覺得說 啊 你現在感冒 生病 那血髒髒 我幫你把這個髒血排出 什麼意思 放血 所以你發燒 放血 對 你這個溫度 惡魔的溫度 我把你放血 變涼 放血 所以他們幾乎什麼樣子 咳嗽 放血 放血 咳嗽 就是裡面有一個小惡魔在那邊 燒你的喉嚨 拉肚子 放血 小惡魔在你的肚子裡 便秘 放血 小惡魔在你的肛門口 這樣子守住待吐 反正總之他們不管是怎麼樣子的病痛 一律放血 但你可以想嘛 就是那個時代的人那麼多 修道院就那幾個 對 而且這是神職人員 在那個年代就是高高在上 他怎麼可能 一天到晚在那邊幫別人放血 所以這件事情 就轉移到了理髮師的身上 理髮師也太多功能了吧 所以他們基本上就是 啊 你剪剪頭髮 有時候你身體上其實沒什麼病痛喔 就那年代的人就 會把放血來當作一個 健康保養的方式 有點像捐血這樣子啦 哦 很久好像都沒有放血了 最近肩膀 肩頸有點硬 放血 時不時都在放血 就像現在你會用健保解決的事情 他們那個年代一律又放血 沒有錯 病痛白白肿 治療方式只有一種 放血 這樣子的行為就普遍到 一直到現在 你一定有在理髮廳 放血過 放血過是已經沒有的了 就是你一定有看過某一種東西 它其實就是跟放血有關 跟放血有關 對 我講出來之後 你一定會知道這是什麼 因為這是比較傳統的理髮廳 一定會有的 我知道 嗯 是不是那個看起來很大 很像機器人的椅子 就是你上去以後 他會把你手腳都這樣卡住 欸 你這樣講 我就覺得有可以放血 因為感覺很像手術台 你知道嗎 然後他還可以把你倒成 就是整個人快要躺平 對 不只躺平 他可以往下凹的感覺 一百三十五度 對對對 專門做來放血用的 你整個人會變成一個屋頂形狀 往下凹 專門放血 公布答案 它就是我們如果在比較傳統的 房的招牌旁邊都會有一根旋轉的柱子 然後上面就是紅白藍 哦 你說那個招牌啦 對 就是條狀 然後一直轉 大家都現在應該已經可以在腦海想像那個畫面了 是 那個東西呢 其實這三個顏色 我知道了 聽說 紅色的就是血 這個聽到這裡的人應該都知道了 並不用覺得自己特別厲害哦 好好好 還中間停頓這麼久 紅色的應該是血 沒有錯 叮咚叮咚 然後你放完了 你就變成純潔的白色 然後你在外面糟腫一下以後 你又被污染 O7 O7 藍色 OK 然後就是一個loop一直這樣子 哦 是不是這樣 所以它這樣一直轉 嗨嗨嗨嗨 有對有錯啦 有對有錯 OK 一、二、逼啊 一、二、逼 那就是有對血啊 對 哦 被發現的是 它的白色呢 其實代表的是紗布 哦 你放完起來要包紮 對 要包 不能這樣子彈露出來 OK 紅色代表是動脈 動脈 對 藍色是靜脈 沒有錯 哎 你真聰明 理髮廳還懂動脈靜脈哦 對啊 就是你看相當 他們 他們已經差那個醫師一線之間了 不是 等一下 理髮廳他就好好的理髮就好 很忙 他們不行 他們很忙 那我就懂啦 因為現在的理髮廳都不放啦 因為他們不會嘛 他們不會這個技術嘛 你們不懂啦 不能放 不能放啊 OK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去找 例如說像那個波士頓法廳 我看他有 大家都可以去那邊說 不好意思 我今天想要放個鞋 對 我外傷急救包紮 我們就組一個團 去放鞋 Oh my god 不合理耶 其實我覺得在古代要看病 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我覺得他們找理髮師放鞋 好像也可以理解 因為反正醫療資源就有限 但是你都在古代啊 其實女生比男生更可憐 因為女生沒有辦法隨便找醫生看病 哦 哦 因為男女瘦瘦不輕嘛 對 傳說啊 明代有一個皇后 她就是 胸部上面 就是有膿包潰爛 嗯哼 然後很多大臣 很多御醫都不幫她看 嗯哼 因為她是在胸部上面的潰爛 然後她是皇后 哦 怕這樣子就被砍頭啦 對 你看完了 你也就沒命了 OK 然後很多人都不敢看這個病 那有一天 她就來了一個道士 她就說呢 她可以治好這個皇后的病 她可以用把脈的 嗯 但是把脈也不行啊 因為皇后的手 怎麼可以隨隨便便讓人家把脈呢 對 於是呢 她就說 她可以不用靠近這皇后 她只要在皇后的手上 纏上一根絲線 然後她透過這個絲線 嗯 她就可以摸出皇后的這個脈像 養樂多啦 養樂多傳情 小時候不是這樣嗎 妳說用紙杯 兩個養 蛤 妳們是用紙杯是不是 我們是用紙杯 OK 兩個杯子 對 中間纏一個線 對 這樣停 對 對 對 沒錯 差不多概念 差不多概念 OK 但是她們就覺得太不可思議啦 怎麼可能會這樣對不對 所以宮裡的這些大臣啊 婢女啊 就不太相信那個做法 她就為了要測試這個道士 是不是在亂講 她就呢 把這個線 直接綁在一個貓咪的腳上 OK 結果這個 這個道士完全識破 搖身一變 寵物沟通師 開始說 這隻貓 最近可能心情不是很好 她去過了 哪裡玩 哪裡玩 你們家 她是不是有個大大的黑色的椅子 所以從這個故事你可以知道說 其實古代的女生要看病 是非常不方便的 但是皇后有被治好喔 真的假的 就是用那個絲線 用絲線聽的 沒錯 還有另外一種間接的看病方式 醫生就問這個女病人說 你哪裡痛 假設這個女病人是胸部痛 她如果要跟醫生講 醫生我胸部痛的時候 她雖然不會拿醫生的手 直接來摸自己的胸部 但她用她自己的手指著胸部 是不是也很害羞 對 所以呢 她們就發明了一個 女性的身體模型 在現代我們稱之為安妮 OK 所以有些醫生去看病的時候 她就會帶著一個安妮出去 嗯 當她問這個病人哪裡痛的時候 那個病人就會直接用手指安妮 而不是指自己 OK 這算是 這個 折中的辦法啦 一些尷尬部位可以避免啦 對 就是比如說胸部啊 胯下啊 這種部位的事 你這樣講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小時候 那個小學 學校的保健室裡面不是都會有放那個 人體嗎 骷髏頭跟人 對對對 你說那個什麼 十八當郎那種人 對不對 欸 但是她會有 就是 她是透視的 所以你會看到她的 五臟內服 然後五臟內服有一些是可以 就是像小積木這樣子拿出來的 蛤 不行吧 你唸什麼貴族學校啊 貴族 沒有 就是現代的 現代的學校 OK 對對對 然後呢 有一次就是 好像我肚子痛吧 然後去保健室 啊保健室阿姨就要跟我解釋哪裡痛的時候 然後她就說 欸 這就是這邊 她就是要比腹部的那邊 對 然後 她就是想 她就拿一個那個 老師的那種 那種是怎麼棒 就那種 像天線一樣的東西 對 那個是什麼東西 就是以前呢 不是 老師們都會流行 他們拿一個會伸縮的棒 對 就天線呢 大家想 會不會現在的人 已經不知道天線長什麼樣子 反正就是一個會伸縮的棒子啦 然後 很多老師講課用的時候 會拿那個紙黑板 對 那保健室阿姨也有一個 保健室阿姨也有一支那個棒子 然後她就要跟我講 是哪裡哪裡有問題這樣 她這樣 舉出來之後 然後去戳那個假人 對 但因為她戳太大了 她可能沒有意料到那個棒子那麼遠 就 指得太近 然後她就把裡面的武裝內部 戳亂 全部戳出來 全部掉滿具 然後想說 好恐怖 然後 我就 還要裝真經 開場破度 對 我就是開始在地板上撿 我以為你要說 保健室阿姨問你哪裡痛 然後你就伸手進去 把一顆卵巢拿出來說 這裡痛 那我現在就是一個醫生了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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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如果內科滿適合的耶 就內科不是 常常醫生都會問你說 你胃痛 靠近哪裡 就是靠近 例如說什麼 靠近 長啊 靠近 什麼肺啊 靠近胰啊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靠近哪裡啦 真的不知道 但我哪知道啊 我們只會說 我這邊痛 然後範圍超大 對 因為我覺得 我平常在講 講數一個痛的時候 我大概只分成 頭 胸 肚 屁股 就是分很少段 驅趕啦 我們就是這麼的 愚昧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裡面真的有器官 可以抓出來 我覺得感覺不錯 對 大家可以跟保健師阿姨學習 我在講一個 女生的 聽聽看喔 我覺得這個蠻特殊的 是在講制女生的骨折 那骨折就很難啦 嗯 你如果不碰到她 你要怎麼制 你想像你會怎麼制 就拿一個夾子 夾 多大 我就請問 非常大 就很像在 剪那個花草樹木 圓丁的那種 把她的腿直接剪斷 先把她這樣 一個這樣固定好之後 另外一隻 再這樣 卡 給她夾回來 OK 是不是 完全 跟過程 零接觸 防疫 一級棒 很棒 不是 不是 那或者是 因為骨折通常就是一些關節處 欸 關節處 對 OK 關節處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讓她 合回去嘛 那就是 強力的撞擊她 強力的撞擊她喔 沒有錯 可是你 你不能跟她有接觸啊 所以你要包著很多棉被 然後去撞她 對 就是抱著一個枕頭 還是當去玩炮彈足球 我就問 醫生怎麼這麼累啊 我看醫生非常聰明 就有兩個case 第一個case是這樣喔 這女生她是腳 腿骨脫臼啦 嗯 腿骨脫臼 大腿這邊 她要怎麼醫治呢 原本是在枕肩 對 在枕肩裡要幫這個女病人 治這個大腿骨 嗯 女病人的腿心 就是半裸露在外面了 對 然後醫生突然站起來離開 讓所有的人都看到這個女病人裸露在那邊的腿 OK 然後女病人突然間嚇到 她想要趕快的縮起來害羞 咔啦 治好了 國書館得是 而且是女病人自己治好 什麼意思 因為她太驚嚇 然後 爛死了 然後另外一個女生呢 另外一個婦人 她得了一個怪病是 她只能仰天走路 不能低頭 然後她就 這個很明顯就是脊椎就已經彎掉了嘛 那是不是其實一個太式骨法 咔啦咔啦幾下就好 對 她就不能接觸 所以醫生就想了一個奇招 她就突然間把這個婦女的衣服 全部脫光 等一下 脫光的時候 就已經違法醫者了吧 脫光的時候呢 婦女就 哎呀 然後就要護胸 突然就往前一抱 咔啦 又治好了 這個醫生 這樣子也沒有合乎 古代人的這個善良風俗欸 更是違反欸 一直讓女性暴露欸 對啊 這是一個小色配醫生吧 所以以前的女性整骨都需要用暴露來換 沒有錯 那我也可以去古代看醫生 你就一直讓人家暴露 對啊 這有什麼難的 就是一直把大家的衣服脫掉 你剛剛說古代女生 很可憐 看病這樣子千奇百怪 還要被醫生把衣服脫掉 沒錯 但我們現在看病就很簡單嘛 尤其是在台灣 看醫生非常方便 對 要便宜 什麼醫生都有 就算連出國的台灣人 可能他已經是長期待在國外了 那如果要看病例 譬如說看牙 我有朋友就是這樣 就是他看 每年都還是會回台灣 回台灣看牙 對 對 就是因為在台灣看醫生比較方便 是 那你以為 會出國看醫生的 只有現代人嗎 OK 有一種古代人 他也會出國看醫生 首先古代人要怎麼出國 所以你可以想像 古代人要怎麼出國 古代人 可能中期醫生 都是待在他原本的地方 對 那這可能就有幾種可能啊 一個就是他穿越時空 OK 穿越 我猜一下 他就是一個 大大使 大大使 不是 就是 那個 使程啊 OK 才有辦法出國啊 那要看病的話 他是坐船這樣子 三千五百天 病都好了 那不然還能 那等一下那還能怎樣 不是穿越 不是大使 三千五百天 要怎麼出國呢 是誰呢 就是我們偉大的 埃及法老王 但他們不是生前去看病 蛤 你說死人去看病 他們不是死人 什麼意思 他們是木乃伊 木乃伊就是死人啊 木乃伊不是死人 木乃伊是木乃伊 什麼意思 等一下 嗯 他們該不會也是因為沒有鼻子 去看那個 欸 上手臂 龍鼻鼠 很可惜不是 這是發生在現代的故事 OK 就是當時候呢 展示這個木乃伊的博物館 就發現啊 我們這個木乃伊 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怎麼看出來的 臉很臭 最近的觀光客變少 看起來好像有點消瘦 不是 就是他們發現呢 就是他的身上 不知道為何有未知的病菌 寄生在他身上 不是 那就是屍體啊 那 木乃伊他都已經做過 什麼伏馬林處理了 反正 就是在古代的時候 埃及人就已經處理過了嘛 但到現代 就是被發現 考古出來的木乃伊 其實 在博物館裡面 他們也都有做過處理 是 反正就不知為何 就是這一位法老呢 他的身上就有未知的病菌 開始在他的身上寄生 而且還會發生那些腐爛的 的 狀況 蛤 你說他突然開始腐爛喔 沒錯沒錯 然後他們就嚇到想說 找怎麼辦 可是他們沒有辦法自己處理 所以就為了治療這個病呢 他們要把他送去 法國的巴黎 去專門治這個東西 OK 埃及人自己都治不好 對 就是要交給法國人來治 OK 他們想要把他送過去 不是像一般的貨物這樣子寄 不行 他呢 首先 就是要幫他 辦護照 Oh my God 為什麼啊 沒有錯 大家現在就想說 為什麼嘛 他又不是一個活人 為什麼要辦護照 對啊 那這個問題呢 法國當局就給出了一個 完美的解答 他就說 所有的人 都必須持有護照 才能進入法國 不論他是死的 或是活的 Oh my God 原來如此 沒有錯 然後第二個呢 是比較 神秘一點的說詞啦 第二個就是說 他們這個考量呢 也是因為 在古埃及的信仰裡面 穆乃伊是可能會活過來的 OK 所以如果 堂堂的這一位法老王穆乃伊 他如果 現在來到我們法國之後 被我們治療完 如果真的活過來的話 那他不能 沒有身份證明 不能那時候才辦嗎 不能 不能 因為可能那個時候 還是肉還沒長好 跟印和田重生一樣 那你說他肉沒長好 他在拍護照照片的時候 好可怕喔 等一下 那他護照有照片嗎 我要嚇死了 有啊 他護照照片就是 穆乃伊本人的照片 不是 那每個穆乃伊都長一樣 欸不一樣啦 他有打開嗎 沒有吧 他打開穆乃伊啊 那就是穆乃伊本人 他不是 他不是拍那個官 不是 是繃带嗎 不是穆乃伊 不是繃带啊 是乾枯的屍體 對啊 Oh my god 而且他真的是合乎 護照的照片 他沒有效 哦 不過他眼睛沒睁開 這樣可以嗎 眼睛睜不開 欸這很酷欸 而且呢 他們最後就是 都辦理好這個護照之後呢 然後他們還 安排一個超盛大的出國儀式 就是把這個穆乃伊 用磚機 載到法國去 哦 有住在大使館嗎 你說什麼住在大使館 他怎麼可能會住在這麼 這麼普通的地方 他光連從飛機上面 這樣運下來的時候 在戴高機場 就是還安排了 跟總統一般等級的保全 跟接待 軍機護送 然後用走那個總統專用道 來到法國 因為他本來就是某一代總統 這樣很合理 沒錯 我剛剛以為你要說馬克宏還去跟他握我手咧 不准握耶 他大家如果突然復活怎麼辦 欸我如果這個木乃伊真的活起來 他可以直接佔領那個羅浮宮咧 因為前面有個金字塔 你說哇不得了 他這樣活起來想說 蛤 這邊 我的這個金字塔怎麼變那麼小 我金字塔怎麼變透明的 然後他就想說 欸 很多東西 那不如 我就是這裡的國王 好棒喔 這是怎麼樣 這是什麼博物館金魂夜的場景 不如這是真正的神鬼傳奇 而且他旁邊就有一些就是 比如說他到了埃及館 他就去穿戴整齊 對 他時間裡面穿起來了 他想說 欸我的話你怎麼放在這裡 然後我的什麼內容放在這裡 啊 這裡原來是我的房間啊 好棒耶 看來我睡太久了 然後你這樣穿戴好之後 像羅浮宮的手浮梯 這樣緩緩的往上升 太讚了 好棒喔 不得了 瘋掉 好啦 最後回到我自己身上 我最近不是咳嗽 一直都沒有好嗎 我那天去看中醫 中醫跟我說 他一樣也是拔我的脈 然後他跟我說 我的這個病 再兩個禮拜就好了 為什麼 I don't know 他有沒有透過絲線呢 我實在是覺得 這很神奇耶 如果兩個禮拜後就好 我跟你講 我也相信 法老王會活過來 為什麼 因為 等一下 法國人沒有要把 法老弄活 沒有 沒有 沒有是不是 沒有 那不是他們的醫療目的 他們只有把 他的那個寄生虫 處理好了 OKOK 只有出菌而已 好 我們預祝 美根 兩週後 再也不可 沒錯 那如果不可的話 我們就再放個假 我原來你要說 如果繼續可的話 我們就放個鞋 我就帶你去 有那個 轉轉轉 住子的理髮廳 我幫你問一下 詢問一下 請問一下 現在有放鞋的服務嗎 如果有 我就引領你進去 你可能會馬上 聽到那個警車過來 這邊有想殺人未遂 是不是 好啦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可以來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找我們聊天 我是美根 我是Ember 下週見 拜拜 拜拜 拜拜